它拥有锋利的爪子 它非常好斗且性格暴躁 它会喷出蓝白色的火焰 它又是尴尬的一阶进化形态 也许你已经猜到了 大家好 我是阿范 欢迎来到下饭宝可梦 火恐龙日语 英语 是第一世代登场的火属性宝可梦 由小火龙16级进化而来 36级进化成喷火龙 身高1.1米 体重19千克 体型为双足兽型 性别四雄比例约为1比7 与苗娃草和卡蜜龟一起 是宝可梦红 绿 蓝 火红和叶绿系列版本开始时 可用的关东三个新手宝可梦的一阶进化状态 火恐龙拥有红色的身体 肚子和尾巴下方 还有脚底是奶油色的 它有蓝色的眼睛 长长的鼻子尖端略成钩状 在脑后有一个脚状突起 有相对较长的手臂和三个锋利的爪子 以及带三个爪子的短腿 它长而有力的尾巴尖端燃烧着火焰 如果火恐龙摆动它的尾巴 会上升到难以置信的温度 阿范感觉又找到了一种新型可再生能源 火恐龙生性肤爆 火爆的性格致使它一直在寻找战斗的对手 总是静不下来 它会先挥舞尾巴扫倒对手 然后再用力爪将其撕成碎片 年轻人偷袭不讲武德 强大的对手会使这只宝可梦兴奋起来 尾巴上会燃起蓝白色的火焰 如果挥舞燃烧着的尾巴 就能令周围温度不断上升 从而让对手陷入痛苦 它有时也会喷出青白色的烈火 把周围的东西烧得一干二净 但是一旦灵德战斗 它就会放松 感觉培养一只火恐龙就可以去夜市摆摊了 连煤气钱都省了 闪光火恐龙又称色为火恐龙 红色身体变成金黄色 其他部位没有明显变化 不错 金色为气罐 好评 游戏中的火恐龙 初始登场于第一代四色版本 种族之为hp58攻击64防御58特攻80特防65速度80总和405 特性为猛火效果是当hp小于三分之一时火属性招式的威力增长为1.5倍 隐藏特性为太阳之力效果是大晴天和大日照天气下特攻增至1.5倍 但每回合损失最大hp的八分之一 自身属性为火 对虫系 钢系 火系 草系 兵系 妖精系招式伤害减半 但是被地面系 岩石系 水系 双倍克制 这种条件在夜市摆烧卡 代表招式为火花 喷射火焰 火焰漩涡 火恐龙在动画中的主要出场 小只的火恐龙 在动画宝可梦第42画中 小只的小火龙帮助战胜了许多的叶弹术 净化成了火恐龙 但后来他很快变得不守规矩 也不听话 因为作为训练家的实力太低 导致火恐龙懒得听他的话 阿范一直有个疑问 在宝可梦世界 人与宝可梦是怎么沟通的 难道是 阿红的吉波 在动画宝可梦222画中 吉波已经净化成了火恐龙 在玄国岛 阿红派他和小只的火球鼠 一起对抗小三郎的战五郎 和亚马多的戴卢比 因为对方戴上了南波博士制造的 强化头盔南波南波五号而不敌 多罗巴的小火龙 在动画宝可梦XY第85画中 小只一行人来到亚尔特路山的山脚下时 已经净化成火恐龙的他从草丛中钻了出来 皮卡丘和东东鼠上前打招呼 却被火恐龙吓跑 这时多罗巴连跑出来 但也被喷 多罗巴表示自己也没办法控制 小只派出了火箭去对战 并打败了火恐龙 被打败的火恐龙 就没有刚刚那么狂躁了 火恐龙的意识 从第二世代游戏开始 火恐龙随着等级升高 就可以学会了龙系招式龙之怒 看来GF社已经开始有意 把火恐龙往龙系靠拢的趋势 在第一世代游戏中 从背部来看 火恐龙的头上的脚是白色的 像是骨脚破皮而出 但从第二代开始 骨脚就被皮肤包裹起来 成了现在大家所看到的脚凸起效果 由于火恐龙性格暴躁 不像进化前的小火龙一样集体捕猎 它们会单独行动 这也难怪 臭脾气谁愿意跟它一起 火恐龙的中文名结合了 火焰和恐龙两个元素 而其日文名 Bizarro 则是来自英文Lizard C 其英文名 Charmeleon 是Char 燃烧 和Chameleon 变色龙的组合 不知道 火恐龙的英文名是谁起的 无论从性格还是性格还是性格 变色龙都与火恐龙天差地别 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 如果一只变色龙被点着了 就会变成 参考变色龙 如果给大家选一三家之一 作为生活伴侣 您会选哪个呢 在下方留言告诉阿范 选择妙蛙草的留言写一 选择火恐龙的留言写二 选择卡蜜龟的留言写三 屏幕前的各位 喜欢阿范今天介绍的宝可梦吗 希望大家可以留言 告诉阿范 分享你对这个宝可梦的看法 或者补充视频中没提到的内容 点赞订阅留言转发 你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最大动力 这期节目就到此 下期更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